第一步,将晒干部挑选好的茶匙倒进粉碎机,研磨成粉末,这样有益于后面的蒸煮 第二步,将粉碎好的茶匙倒入大铁桶中,利用高温的水蒸气将茶匙蒸熟 我们可以看到,颜色逐渐从淡黄色变成黑色 同时我们能够闻到一股浓浓的茶油香味 第三步,就是将蒸熟的茶匙粉打成饼 我们可以看到,我们蒸好的茶匙粉会倒在铁皮上吹凉一下 不然太烫,无法进行手工打饼 同时,还能在压榨的时候,不会出现茶匙爆裂的情况 每一块茶饼的份量,我们都要上秤 让每一块茶饼的重量都不均匀 同时,也是为了不让压榨的时候出现爆裂,外泄的情况 将所有的茶匙粉打成饼后,我们就可以上机了 第四步,将做好的茶籽饼一块一块的放在压榨机上 放好之后,还要调整一下铁骨与铁骨之间的距离 这样才能让它在压榨的时候受力更均匀 不会发生爆裂 都调整好了之后,我们就可以开始压榨 第五步,随着机器的启动,茶饼被缓慢地击压 当看到金黄色的茶油流出来的那一刻 我才真正意识到,这才是大家真正喜欢茶油的原因 也是我们追求的最绿色红天岸 任由添加的健康食用力